前不久 代號和平使命2018的上河組織聯合軍演 在俄羅斯舉行 作為本次演習的東道主 俄羅斯帶來了從敘利亞戰場上獲得的寶貴實戰經驗 這將為本次軍演帶來哪些看點 在本次聯合軍演期間 遠道而來的中國軍隊有著令人矚目的表現 這次演習對於我軍戰鬥力的提升 具有哪些突破性的意義 今天我們邀請了軍事專家 防兵杜文龍秦真為您深入解答 近日上河組織的八個成員國 在俄羅斯车里亞賓斯克州 共同舉行和平使命2018聯合軍演 據悉 除了中國 俄羅斯 哈薩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吉爾吉斯斯坦 以及烏茲別克斯坦等國之外 去年剛剛加入上河組織的印度和巴基斯坦 也首次派兵參演 據了解 本次演習主要以陸軍 空軍 以及辛勤作戰力量為主 總兵力超過三千人 中方出動的作戰機群亮點頗多 除了由主戰坦克以及步兵戰車組成的陸軍裝甲坦克戰鬥群之外 還派出了包括兩架殲-11殲擊機 四架殲-7A殲-7轟炸機 以及六架運9運輸機在內的空軍戰鬥群 有報道指出 和平使命2018將成為上河組織 運用新型作戰力量最多的一次聯合軍演 近年來 和平使命系列軍演的演練形式不斷升級 各種新型作戰力量不斷加入 黃老師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變化呢 我覺得這種變化其實背後的原因就是 中俄雙方對和平使命系列這個聯合軍事演習 應該說越來越重視 而且越來越重視的背景之下 越來越強調其中那麼實戰化練兵的這樣一個意味 也可以說就是我們經常講的那句話 未來的仗到底怎麼打 現在的兵咱們就怎麼練 而且是中俄兩國聯合起來進行這種實戰化的練習 比如說空中力量 我們講的是比如按我們過去的說法 空中戰鬥群 空軍的戰鬥群 那麼這個戰鬥群中除了過去我們經常見的 運輸機和這個用於對地攻擊的這個 前空7A飛豹這個這個這個 殲擊轟炸機之外 這次我們有了兩架殲-11 所以兩架殲-11配著四架這種 這個前空7A再加上六架運9中型運輸機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作戰區 這是一個制空對地打擊 空中投送一體化的一個綜合的力量體系 以前我們光 大家看我們去參加這個中俄聯合軍演 經常就是這個前空7A到那執行一個 對地打擊任務就可以了 現在我還有制空的力量 兩架殲-11執行制空任務 四架前空7A執行對地攻擊任務 掩護地面作戰群的這樣一個作戰 所以你看從一個空中戰鬥群 你會看出力量編程是越來越複雜的 那麼這個我們經常講這個聽話聽音啊 你從中你聽出什麼味道來了 你看出什麼味道來了 其實我們這次我們講很多新型作戰力量都會進去 那麼以這種近似實戰的軍演來推動中俄兩國軍事鬥爭準備的 來推動中俄兩國實戰化練兵的 向實戰進一步的這種靠近 我想這才是這次軍演我們覺得未來最大的看點 作為本次演習的東道主 俄羅斯派出的參演部隊可以說是身經百戰 這支經歷過敘利亞戰場考驗的近旅 將為本次演習帶來哪些亮點呢 我們來了解一下 在和平使命2018演習中 東道主俄羅斯的表現格外引人注目 根據俄方披露的訊息 俄方參演部隊除了戰鬥機 運輸機以及直升機等常規突擊兵力之外 還出現了空中預警機 無人機以及各種電子對抗裝備 這其包括戰略偵察 電磁頻圖管控 測繪導航 氣象水文等多個領域 如此豪華的陣容 不僅在反恐行動中綽綽有餘 還足以進行一場現代化的多兵種聯合作戰 有分析指出 本次演習之所以出動如此豪華的全維度作戰力量 與俄軍在敘利亞的作戰經驗密不可分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 對媒體表示 在本次演習中 俄軍將充分參考在敘利亞的作戰經驗 並將其應用在組建多國聯合兵力集團 與聯合行動中 據悉 在參與此次和平使命2018演習的 多國聯合兵力集團中 首次亮相的印軍出動了近300人的兵力 而巴軍參演兵力也接近200人 有印度媒體聲稱 在和平使命2018演習中 印軍首次與速敵巴基斯坦軍隊並肩作戰 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 印巴兩國多年來相互敵視 過去十年間 克什米爾一帶幾乎每周都會發生交火事件 一些軍事觀察家指出 印巴間的許多交流機制 由於接連不斷的邊境衝突而中斷 但憑藉上河組織對地區衝突的調節能力 演習將進一步促進兩軍的積極互動 使得中國周邊更加和平穩定 俄羅斯方面稱 本次演習將充分參考俄軍在敘利亞的作戰經驗 秦老師 這對於其他參演國來說 有哪些借鑑意義呢 因為我們知道俄軍本身 它就是一支戰鬥經驗非常豐富的部隊 它歷史傳承非常的悠久 二戰之前 二戰就不用說了 偉大衛國戰爭期間 那他的這種作戰經驗 特別是陸軍 地面部隊 裝甲部隊 這種作戰經驗非常之豐富 那麼藉著這次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爭的話 那麼實際上俄軍實際上鍛鍊了很多 這種最先進的 或者這種最前沿的一些 這種軍事作戰的思想也好 技術也好 都已經接觸到了 比如說他的遠程轟炸機 遠程的奔襲 甚至於從波羅的海出大西洋 然後繞到地中海 然後包括在離海 他用小型的護衛艦 然後發射遠程的巡航導彈 對敘利亞境內的目標進行攻擊 包括他出動了最先進的 像蘇30、蘇35這些先進的戰鬥機 隨行一些空中作戰 包括對地打擊的這種任務 甚至於還有報導 他最新的蘇57都出現在敘利亞戰場 我相信這樣一些非常豐富的作戰經驗 如果用到這次的 和平史兵2018的這種演習當中的話 那麼實際上對我們的解放軍的借鑒意義 是非常大的 本次演習期間 身為宿敵的印巴兩軍首度攜手 這樣的變化 對外界傳遞出了哪些積極信號呢 錢老師 這次的確就像有些印度媒體報道那樣 就是相當於是印巴兩軍 原來可以說還是比較敵對的兩支軍隊 可以說很長時間了 二三十年以來 第一次攜手共同進行演習 這個的確是令人非常矚目的 因為我們知道印巴 他因為當年蒙巴頓協議 把印度他分割為 以宗教分割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塊 巴基斯坦那邊主要是穆斯林 然後印度這塊主要是印度教為主 分割之後 實際上兩個國家因為宗教問題 因為一些領土問題 兩國在邊界地區 有的時候還是劍拔弩張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這次通過這個 和平使命2018這個演習 把兩個可以說像外電報道 速敵撮合在一起進行演習 實際上我覺得是一個釋放很好的 一個和平的信號 和平使命2018聯合軍演還會結束 一場規模更為宏大的 中俄聯合軍演又即將拉開帷幕 中國國防部近日發布消息稱 中國軍隊將於8月中下旬至9月中旬 赴俄羅斯參加俄軍 東方2018戰略演習 中俄兩軍戰略指揮機構 將共同組建導演部 聯合戰役指揮機構 分別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北部戰區 俄聯邦武裝力量東部軍區派出 浙江市系和平使命2018演習中 中俄兩國舉行的又一次重量級聯合軍演 中方參演兵力約3200人 出動各型武器裝備900多台 固定一飛機和直升機30架 主要演練機動防御 火力打擊 轉入反攻等科目 有分析指出 東方系列演習是俄軍 規模最為宏大的戰略演習之一 在上屆東方演習中 俄軍出動了1200輛坦克 120架戰機 以及70艘戰艦參演 早在去年底 俄軍就將本次演習定調為 最重要的作戰訓練事件 根據俄方發布的訊息 今年的演習 將由俄軍中部軍區 東部軍區 北方艦隊 以及空降兵共同進行 目前 俄軍參演部隊 已經進入最高戰備狀態 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強調 演習目的是 保證武裝力量 在各個戰略方向 保持既定戰備水平 有效應對 國際复杂局勢的變化 中國軍隊 首次參加俄軍舉行的 高規格戰略演習 具有什麼突破性的意義 杜老師 參加高規格的演習 我感覺至少有以下幾點突破 首先戰略上的融合 已經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狀態 那麼這種高規格演習 不是戰鬥演練 也不是一般的戰役演練 它是戰略演練 如果在不同層次有融合 在不同層次有接觸 說明中國前方位的軍事聯繫 正在強化 無國作戰方案 火力打擊 基本作戰行動 如果能夠相互借鑒 相互學習 對於提高兩國的 聯合作戰能力 有重大影響 第二說明兩軍 在聯合作戰關係上 有重大進步 如果同一個指揮所 同一個編組 或者採取混合編組的樣式 進行大規模的演練行動 說明雙方對作戰經驗 作戰行動 作戰特點 武器裝備基本參數 已經了入智障 不是一般的關係 很難形成這種聯合作戰模式 那麼這一點也至關主要 同時說明中俄在應對不同方向 共同威脅方面 已經有了基本作戰方案 如果把這種作戰行動和演練行動 放大到任何一個方向 我們全有能力 憑藉中俄的這種聯合作戰關係 進行有效應對 無論威脅來自海上空中還是陸地